哈喽我是老雷 不好意思我这比较黑 我在外面玩呢 结果突然来的这种灵感 想录个视频 就找到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这儿录 我不知道能不能安静下来 但是反正我们可以试试 这个地方呢我给你们看看 这么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反正这儿有一个房子 他们在这儿装修好像吧 然后那个下面呢 有这个小伯伴 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浏览狗 我认识 我见过几次 但是我们这个区的胖胖的 这个性格挺好的 到处要翻呢 我还想身材那么那么浑远 应该这个要翻比较成功吧 然后这儿的一个特点是 政府会在里面搞一个小chip 这样的话人一看就可以放心 这只狗是搞过疫苗的 而且是性格比较不错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比较 比较好 不完善但是比较好 说一点什么呢 我老雷 我有的时候反应比较慢 这是某一件什么事发生了 我没有反应 比如说前三天我在那儿 我在那儿做的 修过的那个 徒步中国的那个片子 不是很长吗 还要做很多那种后期啊啥 完了 坐着有一个网友 给我发了一个东西 说老大老大 你看吧 你上了黑名单呢 我发了一个 一个什么截品或者啥 黑名单呀 我还在想 这个是我儿子 威尼熊在那儿乱搞的嘛 还是要去看吧 点开 一看呢 无聊 无聊 所以说那个时候没有反应 就无聊 很多很多名字 那个所谓黑名单呢 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名单 就没有详细看 然后今天呢 我不知道为啥 又看到了 那黑名单呢 上面写的啥 写的是海外恨国党 我还在想 等一下等一下 那些上面不可能有我 我又不是人大代表 对不对 海外恨国党 有可能是谁 只有可能是人大代表 对不对 后来仔细一看呢 不是人大代表 是一些 主要是在网上录视频的人 很多我不认识 很多名字 很多我不认识 第一名 是一个文瑞 不认识 第二名 文云超 那个文是 我好像批评过他 我们有过一些什么对话 第三名 老雷 我一看着我再想啊 这个 海外 OK 我海外 我德国文 对不对 海外 就好像不能更海外 是不是 恨国党 我 请问我恨哪一个国 我不是德国人吗 我难道很恨德国吗 还是 意思是我在海外恨中国 我恨什么中国啊 我 我可能 我恨的啥 我可能恨地中营 所谓的新疆教育转化中心 我恨 不好意思 我恨 那些什么独裁啊 个人崇拜 我不恨啊 我顶多就看不起嘛 取笑 批评 而且包子我挺喜欢的 对不对 谁不喜欢包子 不过我更喜欢饺子 那所谓黑名单啊 很多名字我不认识 对不对 不是说了吗 有一些我认识 有一个什么郭文贵啊 有一个什么石头鸡啊 啥 我看着 我在想我不是第三名吗 我为什么是第三名 我这么小 对不对 我这个YouTube也没有太多人看嘛 我这个中文 还是有改善空间嘛 而且表达总是不清楚 而且这个逻辑 而且我啰嗦 我现在就给你看我多啰嗦 对不对 而且而且而且 我为什么还是第三名 而且我为什么不是第一名 我后来是这样想的 我我我 第一个想法是 我为什么 为什么被拍在前面 后来我在想 为什么不是第一名 因为你看嘛 如果我们看身高 我一米九二 我为什么不是第一名 难道这个 微信稳比我高吗 不知道 如果我们说好 谁长得最像马克思 那也是我是第一名 对不对 应该是我是第一名 如果我们说 谁是威尼熊他爹 哎 也是我 那么所以说我后来 我就有点被冒犯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不是第一名 再后来 我在想 这个所谓黑名单呀 它是不是其实 是广告 这是有点那种 你把这些人的名字列出来了 很多我不知道 你把它发出去了 这个名单你在国内能发吗 我严重怀疑 什么微博啊或者啥 会把你和谐 对不对 你你能发的地方就是狗爱 什么推特啊或者啥 那种地方 那么你或者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你发了 然后呢 一些小粉红在哪看着好吧 他们过来骂我或者啥 但是呢 你不怕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一种广告吗 像比如说 我老雷 我迟早会知道那个名单 就像我现在 某一个什么网友问我 哎 老雷你看了吗 我点开看 完了之后呢 我会推广 就像现在一样的 我会推荐 我会说哎 大家去看一下那个黑名单 那个完了之后呢 我的一部分那些支持者 或者是所谓的那些粉丝嘛 他们会去看 去看了之后呢 他们或许会发现一些 他们觉得有趣的一些其他人的频道 一些他们觉得值得关注的一些人 那样的话 那个东西是 不是有点那种 就是广告的那种作用吗 所以我在想 这个东西是我们家威尼熊搞的嘛 不过后来我在想 威尼熊确实有那个 有那个至上吧 就是有点那种 英文有一个 有一个词 叫 Barbara Streisand effect Barbara Streisand 效应 那个Barbara Streisand 是一个演员 女演员 是一个歌手 我忘了什么时候 我也忘了具体的细节 也不重要 反正她是在80年代好像 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个 什么那种丑闻 那个丑闻其实 没有太多的人说 它不是那种大的那种 很活的那种话题 它是那种 有一些人说 有一些人不说 结果呢 那个Barbara Streisand 她不想让更多的人说 所以她专门好像是 要么是接受采访 要么是上了一个电视节目 在那说 你们不要说那个话题 那个时候不是还没有多少人说吗 结果呢 她自己说了之后呢 很多人去说 那我觉得这个黑名单 所谓的黑名单 或许真的是我们家儿子 魏林兄给我搞的 打一点广告 哎谢谢啊 不过后来 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那个黑名单 黑名单上面有一些 郭文贵啊 有一些Stone记 我老内我 我又觉得被冒犯 我不想跟郭文贵 在一个黑名单上 我真的觉得太没有水平啊 Stone记 不想 那个上面 还有其他的所谓黑名单呢 有一些什么那种 跟港独有关的 跟香港有关的 跟台湾有关的 还有一个 那个我觉得不错 有一个叫 叫啥叫 柜田 柜田工之 那些柜田工之 有一些我就不错的一些人 有一个什么 呃 远唐飞 说说国外的 说国内的东西不错 说国外的东西也不行 国内的东西 他说不错 我就那个人OK 有一个 呃 某一世 OK 很棒啊 有一个方方啊 有一个崔永元啊 很棒啊 我一看那个那个那个名单 我就 能不能 我申请 我也被派到那个名单 名单下面去 我不想当那种 什么海外恨国党啊 什么人大代表 我想被列在那些工资那 要做的事情 只有跪前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那我可以啊 而且 那个名单上面 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我推荐大家去看嘛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叫 许章润 许章润呢 是昨天被抓了 他是前段时间写了一些文章 批评为英雄 你可能会觉得那 他肯定是因为那些文章被抓了 不是 肯定不是 被抓的原因 是嫖娼 我在想这个肯定真不错 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呢 我也想被嫖娼 我觉得那样的话 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 生活经历会很丰富啊 对不对 而且 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是 这个 虚章润 因为 因为嫖娼被抓的呢 不是被一名警察被抓的 不是两名警察 不是三名警察 是十多名警察 你要想我们家维尼兄 他是多么的女权主义啊 他如此反对嫖娼 因为 女权 所以 他用十多个警察 抓那个叔叔 许章润 哎 我就不错 那个黑名单 我很想要 我 我申请啊 哎 不过许章润也说了 自己说了 他或许会被抓 或许已经是想到了那些嫖娼的事 所以去去嫖娼也挺好的 对不对 而且他说 上次写的那个东西 或许会变成他最后一个写的东西 那我看着觉得这个这个黑名单不错 许章润呢 你加油